我先生其實是因為中風 因為一些醫療師傅影響到他 現在都是在醫院本身發水 不是本身是全身都沒看到 也都吃得到東西 其實就是為何這麼說 因為由頭到尾 其實我們倆是沒有信息的 在最近我先生這一年有事的時候 我先生在醫院經於目 就信了耶穌 在這一年其實 原先我覺得是自己很幸福的家庭 因為自己有兩個小朋友 慢慢自己都組織了家庭 覺得自己很幸福的時候 先生突然間因為一些遺寸病 突然間叫做第二次中風 因為其實七年前的時候 是第一次中風 但是很幸福 他在三個月後都可以正常活動 那時候我覺得是 那天開始給了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重新再一個 一起生活 然後七年後 即使在一年前這個時候 突然間又中了第二次 其實這段期間 我先生會聽院母說 之前告訴他 聽耶穌的經歷 各樣東西 告訴他 其實他也相信 但是我自己就 未完全相信 因為我未接觸過這件事 也未了解過 在七月份的時候 很幸福 因為醫生的出錯 導致爆血管 突然間突然間 爆血管 原先其實他有跟我溝通 各樣東西 就是因為你切爆血管 他就要突然間開過緊急的手術 就沒有了半個頭骨 到現在其實他也沒有了半個頭骨 在做手術當日 其實醫生跟我說 其實他也可能只有一個星期命 因為他靠著呼吸的呼吸 那這段期間 做完手術之後 遠目就安排了一個洗禮 因為其實是想著 等他出院之後 我們可以開開心心地看著他洗禮 但是很不幸 他就因為爆血管 所以遠目都安排了 在ICU裡面 幫他做洗禮的儀式 而當日其實我都很不斷地祈求 天父可以幫他 才可以過到這一關 令到有一個奇蹟可以出現 那也跟女兒說 兩個女兒說 爸爸可能要上天堂 因為天父要去做些事 我們以後在天上面 知道天堂要見爸爸 那也接受了所有的現實 那當日都很傷心 因為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朋友都來 就好像送他去最後一程 那其實 這段期間回到我家 其實我每天都跟兩個女兒 祈禱和聽詩歌 因為以前我不懂得 怎樣去抒發自己的情緒 那就永遠都是收拾了 因為以前什麼東西都是我先生去搞定的 我只不過是負責煮飯 做家務那樣東西而已 那突然間去這樣的時候 我要處理好所有家裡的東西 那我就每天都祈禱 我希望 之前神可以給我一個支持 我可以繼續走 來這一步 因為我做了兩個小朋友 就算我不開心不吃東西 我都要煮飯給他們兩個吃 那這段期間大靖 就帶了我回教會 其實我每一次唱詩歌的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好像釋放了一些東西出來 好像書壓座一樣 而我都開始自己在家裡 每天一早 和二晚上都會祈禱 也都會平日聽詩歌 去知道 覺得很舒服 因為 起碼我不用再想 我將來是怎樣 因為我覺得好像 神好像在我後面做我的背後 那樣 好像最近女女考小學 那樣 因為本身我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因為先生又誓了禮 我本身就找了一間佛教學校的之前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信了教 我就是其實很想他 都是入回基督教的學校 那我就在那裡祈禱 在那裡說 因為其實那間學校 都比較難入 而我們不是說 就是有識人 那樣東西 那我就每一天都是祈禱 由我地方那天到 做放榜那天 其實我都每一天 差不多兩個月都祈禱 希望神可以安排 知道他覺得我女兒適合哪一間學校的 就讓他去安排我女兒去讀哪一間學校 然後到放榜那天 其實原來真的可以得到 因為我覺得好像是 神好像在幫我去安排所有事情 因為我自己不知道接下來是怎樣做 我每一天都希望神就說我明天要怎樣 希望你可以帶領著我怎樣去安排做 所以我覺得其實怎樣要分享 我真的覺得神好像是每一天 好像帶領著我做每一件事 因為其實 我以前是沒有那麼大膽去做每一件事 譬如說去分享或者做那樣東西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老公幫我做完 我只不過是 他以前都覺得我很蠢 什麼都不會做的人 所以他覺得 可以了 你走開一旁 等我做了 但是因為 好像環境迫盛 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去搞定 還有我每一天都去醫院 其實 因為老婆 中風感 有老抽筋 看到他老抽筋 的時候 覺得他很辛苦 我就會和他祈禱 我說 希望 主耶穌醫治他 幫助他 讓他不要那麼辛苦 這段期間其實他都 抽筋的次數已經減少了 還有我覺得他和我 在交流上 雖然可能他不知道他看不看到東西 因為他看東西可能沒有focus 我覺得 我和他好像心靈上有交流 才覺得他 他聽到我說話 好像領略到我任何東西 這份就是 其實因為剛剛說 有醫療事故 我都要去安排 prepare 這些事情 去跟醫管局說 以前我什麼都不懂 但是 就是因為 醫院的遠目 因為醫院的遠目 他都幫了很多 我覺得 好像神安排了一些人 去幫助我 不會謬無疑 還有 我所有的經歷 都是關於基督教的事 所以我覺得 在未發生事之前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事情 真的發生了事之後 他好像安排一步一步 安排我去做什麼 所以我很感恩 雖然我先生 是 現在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 我也覺得 我個人的想法 是開朗了的 之前會想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 好像今次 他拿走了我老公 我覺得好像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我覺得 家裡很幸福 但是突然爸爸媽媽 來了婚 到我現在 出了身的時候 我覺得很幸福的時候 每當我每一次很幸福的時候 他就拿走了我一些東西 這樣 所以 現在我認識了天賦之後 我就會在想 可能他要我經歷一些事情 所以要我這樣鋪排我的人生 所以我都希望 用我的積極的態度去鼓勵一下其他人 是的 謝謝 謝謝 你可否也說一下 這次祈禱的時候 神給你什麼的幫助 感動 其實 剛剛本身 我都有一些保留 因為 始終 我不是太熟悉 因為我回教會 都是犯了兩個月左右 那 我是覺得 剛剛祈禱的時候 好像有一種力量 在我後面 推動我 那樣的 不是單止今次 其實是 這段期間 其實都是 對的 因為好像是 他好像覺得 我有些事情 未做得好的時候 他好像在我後面 給中間 其實這個是 聖靈的事情 是不是搖動你身體 或是心靈 這個是聖靈的能力 是的 這個是祈禱 有感受這種搖動 是正常的 是會繼續的 不一定說他推你什麼 但是你的心靈 可能會感受一些事情 他要釋放你的 是的 我變得知道 會好像現在 我是舒服了很多 因為我 每一天都可以想 為什麼 為什麼這件事 會在我發生 在我身上發生 我在想 現在雖然發生了 但是他會幫 好像是聖靈 在幫我 去釋放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會告訴我 你不用擔心 我會不停地幫你 幫你 幫你 我自己的感覺 祈禱有沒有覺得鬆一點 有 有 這個就是神釋放你的心靈 有沒有覺得身體舒服的 舒服 舒服 舒服的 你也有的 這個就是神會祝福我們的心靈 和身體的 多謝耶穌 多謝你的分享 也祝主安慰你的心 有時候有些人會有這些經歷 有些人會說 是否神對我不好 或者做什麼 其實這個困難是人生各個都有的 不過不同 有些人就快些 有些人就嚴重些 你經歷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傷痛 但是神在過程中會加力能給你 神會在你生命有奇妙計劃 好的 祝福你 零六色的靈性 你多謝 成功 現在 你的青年 有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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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